白马订阅王子什么时候能来 点赞哦 大家好 嘿 记你的 记你 今天呢 咋咋 拿菠萝来制作菠萝面条哦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Go 介绍需要的材料 首先 使用胶30克 水100毫升 方形的模具 空杯 最好呢 需要一个菠萝油 咋 今天 记你拿这么好吃的菠萝 来制作菠萝面条油 咋 那么 要把菠萝切成合适的大小吧 切开呀 究竟切开好了吗 一二三 朋友们 你们看 记你这样做菠萝 都盖子把里面 把菠萝都这样切成方形 炸到现在 往搅拌机里 把基尼切开的菠萝都放好 盖上盖子 炸现在把 打成菠萝果军 不是自动的哦 啊哦 好喽 咋了吗 现在 把盖子打开 准备好空杯之后 咋要用过滤网 来把果汁和水果 分离 出来吧 今天要过滤三百克 什么时候可以做完 这好像可以了吧 炸的吗 现在 准备好水用浇和水之后 把热水倒进食用浇杯子里 让食用浇化 在食用浇都化掉之后 朋友们 夹倒进菠萝果汁 开始搅拌 现在 现在基尼往这个方形模具里 把菠萝果汁 都倒进去 现在基尼把菠萝汁放在冰箱里 让它变成果冻回来 朋友们 你们看 基尼用冰箱 让它变成果冻回来咯 做得棒棒的吧 叮叮叮 那么 现在基尼 准备好空盘 还准备刀子 把这些 放进这里面 朋友们基尼要做面条 看这边的话 有些凶凶的小孔吧 从这里 果冻都会变成面条出来 那么呢 基尼 来切成可以放进这里面的大小 把果冻 哇 Q弹Q弹 非常有弹性吧 是吧 朋友们 呀 贾现在往里面进取猴 贾现在用这个棍子基尼 来推这些果冻 让它变成面条 出来呀 朋友们这个让我太累了 怎么办 咱们 面条啊 面条 是果冻面条 天呐 好的 那么剩下的这些基尼 也都来做成面条吧 好 好了 朋友们你们看基尼把果冻遮阳 都做成面条再回来咯 咱咱 Q弹Q弹的 非常有弹性吧 非常有弹性吧 咱们 咱们 咱 切好了的这个碗 往菠萝里面 这 菠萝果冻面条 都放 多点多点 咱现在在这里 倒点雪碧 倒点雪碧 倒进去 倒进去 快快快快 哇 咱咱 这样一来菠萝面条 就完成了 耶 咱那么雪碧到哪去了 放多点 今年应该要尝尝它吧 好 喝多好吃呢 究竟 啊 不行 盖子 打开 菠萝面条这样 满满一碗 唷 做得真棒 是吧 那么开始尝 果然是食硬椒味 是因为每次金妮不放糖 所以有这样的味道吗 今天的料理呢 只有看起来挺美的 今天呢 金妮 用章鱼和汤勺来制作超级好吃的章鱼小丸子油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章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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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心了 朋友们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开心 因为我钓到了超级大的巴巴 这个巨大的章鱼 我要快点回去拿它做好吃的料理了 好开心 好开心 哪哪哪哪呢 是脑布里 脑布里 这是什么 是好吃的章鱼啊 金妮 你看哪 我今天成功地钓到了 Q弹Q弹又新鲜的一只章鱼啊 要不你也一起吃吧 真的 你愿意和我一起吃吗 可是有点奇怪哦 脑布里怎么突然愿意把好吃的东西给金妮分着吃 关不了了 好吧 那我要吃 好吧 拿去我家吧 脑布里啊 脑布里啊 我们用章鱼来做什么好吃的东西呢 嗯 金妮啊 你想不想一起做章鱼小蚊子吃呢 哇 章鱼小蚊子 金妮超级喜欢吃呢 那么快点做吧 那金妮你做饭做得那么好 要不你来做吧 果然是这样 你因为想去章鱼小蚊子 可懒得自己做所以才叫我的 我都知道 那么我把材料都拿给你吧 好的 我来捞一手 看看我的手艺吧 在开始做料理之前 围好围裙 准备 完毕 金妮之女 啊 你不是去拿材料了吗 怎么拿了汤勺 嗯 其实我只有两个汤勺 怎么办呢 还是做给我吧 好的 那么给你努力做看看吧 好 那么首先 在章鱼小蚊子粉里 把水和鸡蛋都放进去 再放一个鸡蛋 再用勺子这样搅拌一下 好 这样都搅拌好之后呢 再把这个罐子固定好 在这上面把汤勺挂起来吧 挂起来吧 嗯 好的 金妮 嘿哟 嘿哟 嘿嘿嘿 好了 好的 那接下来 汤勺的下面 准备一个蜡烛 好 用魔法放来 快打开吧呀 好 那么现在 在汤勺上面 放好面团之后 开始做起来吧 究竟 噓 好 让我来在等面团煮熟之前 剪一下章鱼 章鱼真的好大 来 用剪刀来 好 面团快熟的时候 把金妮剪好的章鱼刀放到这里面去油 面团烤好之后 往旁边 旁边 旁边 弄过去 再把面团倒进去油 哈喽 朋友们 你们看 金妮做好章鱼小蚊子喽 哇 金妮你做得真棒 可是你到底做了几个小时呀 你知道我的心情吗 朋友们 章鱼小丸子都做好了 这个看上去 很好吃 颜色也是金黄色的 嗯 可是它呢 靠乎了 好 那么因为章鱼小丸子都做好了 现在就让我给它加一点调料吧 好 首先准备好放章鱼小丸子的盒子 接着 装在这里面 好 在这上面酱料 还有 青海苔 最后呢 再把日本沐浴 也倒撒上去油 好 那么 先在上面撒点酱料吧 好 好吃的酱料 接下来 再撒上 日本沐浴 多一点 好 最后在上面 把青海苔也 咻咻咻咻 撒上去的话 好吃的 章鱼小丸子 完成 嘿嘿 我们白钓章鱼吧 那么快点尝一下 现在是凌晨两点 可是因为金黎非常饿 让金黎先来尝一下吧 多不利呀 要不你来吃大大 如果你想要大大 金黎就吃小的吧 啊 哇 金黎怎么样好吃吗 嗯 没烤熟 是烤饼粉的味道耶 这为什么是烤饼味 是烤饼粉的味道呢 为什么 好像外面还是很好吃 看来只能去外面了 要不你再来烤一会儿 我实在去不了了 好 那么让老布里也尝一口 老布里啊 嗯 怎么了 大的好吃吗 嗯 嗯 它怎么了 不好吃吗 那么我来把 里面的章鱼去掉吧 啊 这个更没熟 朋友们张与小腕子买来吃吧 大家好 嘿 金妮的 金妮 今天呢 家众做一做 长得香雪宝的可爱棉花糖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Go 今天金妮为了制作松软松软的棉花糖 首先准备了需要的材料 首先看前面呢 是使用色素和各种彩糖 还有水和砂糖 吸糖 接下来是鸡蛋 是生鸡蛋的朋友们 还有滤箔 和勺子 空碗和几花袋 还需要准备一些玉米粉呢 好 首先往汤瓜里 急你把砂糖和水 还有西糖都放进去 然后煮一下 砂糖 还有水 接下来是西糖 来这个状态 搅拌好之后 好 汤瓜要用小火来煮油 好 现在就要把这水倒进 食用胶里 因为金妮忘记了刚刚哦 放食用胶后 把它化掉 沾 食用胶就是做软糖的时候用的朋友们 可是这个食用胶粉味道很臭的油 好 那么这次呢 把三个生鸡蛋中的蛋清还有蛋黄都分离开吧 酒精 斑 哦 抓得很好 待会金妮 还是用塑料瓶拿出来吧 好 朋友们 现在金妮要用这个塑料瓶来试魔法油 小心 这样的话黄色的蛋黄都进去了吧 好 现在用搅拌机来把蛋清搅拌一下 好 砂糖和水 吸糖都这样化好之后 把它们放在空碗里去油 这样之后再加上鸡蛋的蛋清的部分 用搅拌机搅拌 好 这样搅拌好之后 把用热水化掉的使用胶也放进去 再来用搅拌机来搅拌 这样变成黏黏的 不知道 是不是做好了哟 可是本来棉花糖是朋友们是白色吧 不过金妮按照一样做法做了 就变成了黄色油 这是怎么回事 来 首先金妮要把雪宝的鼻子也做成棉花糖 所以金妮在空碗里 把面团放进去 之后让它变成色 使用色素 搅拌的话 好 现在要把它放在几花袋里 来 剩下的也都放到不同几花袋里去呦 好 这样的话 面团都完成了吧 好 现在金妮用事先做好的雪宝形状的铝箔 来在这上面 金妮要做这个模具看一看哦 那么呢 把玉米粉 平平的 铺开之后 首先要雪宝的头 哇 非常空空花花糖 不行啦 用这个西红柿来做吧 该有怎么办呢 好 现在金妮把面团放到里面去 好 接下来呢 给她做一下雪宝的鼻子 金妮用魔法的手指来 好 这样之后 把玉米粉铺上去 好 鼻子也铺好 现在金妮来 到旁边拿 因为面团剩得太多了 金妮再来做一个金妮金妮形状的脸吧 一样的 在上面把玉米粉 铺上去 金妮金妮圆圆的脸蛋 接下来 要做分成两半的头发 好 那我们现在等到棉花糖都干干的吧 好像棉花糖已经都干好了呀 好 那现在拿酒来挖一下棉花糖吧 首先金妮第一个做的就是雪宝拔 哦 在这儿 嗯 超级松软松软 好 现在呢 让金妮来把面粉扫一下 哇 这个发出超级甜甜的味道 好 接下来 鼻子 把玉米粉刀扫出去的话 拿这么漂亮的颜色就出来了 放上去的话 雪宝 还没完成呢 朋友们 接着拿 把金妮金妮也来找出来 下面是扎了两边的头发 现在金妮用糖霜和各种彩糖来漂亮的装饰一下 首先雪宝 就用牙齿吧 朋友们 哈喽 来这样之后拿雪宝的扣子 成色的 这样子 开始查验观色了吧 一看就是雪宝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着橘黄色的鼻子吗 好 现在来装饰一下金妮金妮哦 好 这样一来金妮金妮和雪宝的棉花糖就做好了哟 很难说金妮金妮金妮的第一个棉花糖 开吧 漂亮吧 所以还准备咯 给朋友们笔下 看看到底有多像吧 就说很像吧 朋友们 哈喽妈到了最期待的品尝时间了 金妮因为不能吃掉金妮金妮 你还是来尝一下雪宝吧 朋友们 究竟会做得多好呢 再见 雪宝 很容易拉蛋 而且因为是金妮刚做的 里面还是比较湿润 是湿润的还是没干的 不知道 很好奇会不会有棉花糖的味 非常非常甜而湿润的 不是湿湿的 而是稀湿的感觉 金妮朋友们如果也想做金妮做的 这高棉花糖的话 请参考一下阿里厨房的棉花糖视频哦 金妮已经参考过了 可做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好 嘿 金妮的阿金妮今天拿 加珍 拿金木形状的模具来 制作一下金木三明治油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高高 好 先介绍一下 为了制作金木三明治所需要的材料有 首先大头菜和香肠片 还有切丝 烘红的西红柿 煮好的鸡蛋 卫生用手套和蛋黄酱 接下来是切西红柿用的刀子 最好呢 还需要面团哦 金妮为了制作出完美的金木形状的面包 还努力地准备了面团了呦 看看呢 是个炮长的发酵好的面包吧 是面团的哦 好 把它适量的拿出来之后呢 把面团捏成圆圆的形状 放到这边来吧 其实金妮以前没有做过面包呢 这么做就可以了嘛 朋友们 这样之后 盖起来也有朋友们 这个放在烤箱里烤 就会变成鸡木面包 让金妮来试一试看看呢 把烤箱炸热之后呢 在烤面包的这段时间 让金妮来准备一下里面的材料 首先 切丝拿要先剥开袋子 把洗干净的西红柿拿 金妮来把它切成漂亮的形状 看你啃 用刀子的时候 金妮朋友们跟大人一起来用哦 这样 这样 这样吗 这样 好 接下来 现在非常重要的 里面放的材料当中 金妮非常非常喜欢鸡蛋脑 放了鸡蛋的三明治 所以金妮准备了很多很多鸡蛋脑 把它用勺子来压碎吧 好 这样剪好之后呢 再放入蛋黄酱来搅拌起来 看上去超好吃 来剩下的两个鸡蛋呢 金妮为了 弄得漂亮一点 把它们也用刀子来切开油 都打碎 都碎了呀 怎么办 没办法呀 再见 怎么这么难切油 打碎了倒也进去吧 好 朋友们终于把鸡木形状的面包烤好了哟 因为特别烫 金妮要小心翼翼地打开 究竟 有没有做成鸡木的形状呢 对 超真 真的变成了鸡木形状了 考虎之前金妮刚好把它拿出来了 好 那么 接着 金妮来 把这个面包切成一半 来为了不让它切花要小心呢 好 这样切好之后把它打开 巴巴 好烫好烫 哇 超赞 味道真棒哦 好像因为是刚烤好的面包看上去很好吃哦 那么现在正式开始来做三明治 本来呢 金妮准备了这么多材料的原因 当然是为了能做更多一点哦 可是如果做了太多 就会需要很长时间哦 所以金妮只做一个好了哟 首先是乐高形状的这个 放到最上面吧 首先在盘子上 铺好大头菜之后 这样放上去 切丝 两根香肠 好的 接下来 西红柿 西红柿 西红柿也要放上去 很好吃吧 现在把金妮喜欢的鸡蛋也 铺在上面吧 不行 好 这样放上去之后 拿最后呢 把鸡木形状 面包 也盖好 咋咋 鸡木形状大三明治做好了哟 看上去超好吃 剩下的材料拿金妮拍完这部视频之后 再重新做几个吃 为什么 因为金妮现在忍不住 现在是晚上七点 金妮现在非常饿的时候了 金妮做到 非常好吃的鸡木三明治来 舍不得 再见 好蛋啊 为什么蛋啊 没给鸡蛋撒盐吗 本来要撒盐刀 刷起它的味道呢 好吃是好吃 就是太蛋了 而且因为金妮烤的时候 烤箱的温度太高了 把面包烤得太硬了 里面 虽然松软 可是外面太硬了 像鸡木一样硬打三明治 请你看这下面的原因是 因为七棒正在用非常迫切的眼神定着我 七棒你想吃吗 不行 面团明明是放了 人可怎么这么胆 因为很胆 要不再放点香肠 把香肠直接吃 嗯 嗯 我放点香肠才好吃 来金妮朋友们也在家里跟着金妮 做一下好吃的三明治吧 因为 金妮的三明治味道比较淡哦 嗯 建议参考网上的制作办法 创不是 要 Crazy 出盖 的 男측 一 三 コ 二 二 二